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的是他们在直播开始填要化多久的妆 再加上直播软件自带的美颜功能 所以每一个都是神仙般的面孔 近期就有一个土豪狂甩八十万人民币 要求一美女主播当众卸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小编带着大家了解一下吧 最近有一个网络主播意外走红 原因竟然是一个富二代的主播刷了八十万人民币的礼物 并没有要加主播的微信或者约主播出来 而是由主播开着直播进行卸妆 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妆容对女孩子有多么重要 不得不说这个富二代的要求有点过分了 我想这件事发生在谁身上应该都会拒绝的吧 但是独自一人的她还是没能抵挡住整个直播间的观众 在最开始的时候主播三发五次的强调 自己并没有那么的好看 那都是化妆加上美颜出来的效果 但是观众起哄说道 没关系 相信自己 随后 主播在现装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眉毛 就是完全化上去的 去掉眼影 发现眼睛双目无神 一时间 观众表示 感觉自己失恋了 之后便退出了直播间 只剩了几个从一开始就追随主播的几个观众 看到这里 小编不得不感叹化妆术的厉害 跟整容也相差无几了 对此 你们怎么看待呢